这个英文不好是不是头一个问题 我想比英文不好更运动是钱的问题 如果你钱很多的话 英文不好你遭样可以到处移民 然后就听人家的话 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 他有两个图结 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 第一个 不管什么女的 只要愿意给你两个同居都可以 然后你跟他学英文 你跟他干活 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就是美国同学 美国同学不错 银河 我觉得是银河 银河 没错 第二个是最简单的 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你买一个最便宜的合白电视机 因为那个采出电视机很贵的 然后你有事没事 电视机开着 在那边听那个脱口秀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的英语大概就十句话而已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 特别穷 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 真的 那当然 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 但是 穷着站着睡了 没得躺着睡了 房间太窄 天啊 要用站着睡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腿太长 房间太窄了 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 15 15 15平米 15平米的房子住两个 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 1米8的 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子 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 用掉我工资 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其实日子 日子是过得很苦 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你那个香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么厉害吗 96年的时候 你讲 你要去问路 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 是直接弹开来 他害怕 为什么 我不晓得 他要抢他钱呢 不是 不是 不怕以免 害怕他割他的肾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一栋大楼里面 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驱沉室 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 我就跟他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 弹到最里面去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在当年 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 就是香港人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 我还曾经记得 就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 港台跟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 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 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 跟我一起录 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 就是到了我的台词 我上去录 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 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他拿这个纸巾 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 他这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飞碟 她有一个飞碟 那你臭不臭那时候 我是臭 就是也不注意个人卫生 好几天不洗头对吧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我说你至于在这 录完了什么什么 啪 马上弹开我 就像你说的这样我想起来 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 就是 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 英文跟广东话 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 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 而且有距离的 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先弹开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 我刚到香港来之前 因为我在广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会说白话的呀 但是你会听啊 你就认为你会讲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 所以呢 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公司 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 我冲着一个叫 教你的一个撰稿啊 我哗 给他砍了半个小时 最后就教你说 哇 豆先生 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 所以我觉得 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脱离自己的舒适带 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 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 这个尊严吧 要去学当地的语言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 没少受罪啊 连女孩都欺负我 我们到茶餐厅去 点菜 他们就 你点吧 我想吃那个 点一盘那个菜心 他说点 跟他讲说 我要脱衣 菜心叫脱衫 脱衫 我要脱衣 但是脱衫 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 脱衫 太高兴了 脱衫 我很好奇那个服务员 嘉辉学这个话 就成性骚扰了 不是 那个 我很好奇的服务员怎么反应 我是假如是男服务员 一定马上把电话号码 所以 我所有 我同桌所有的女孩 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 他们就这么整我 那时候很受伤害 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 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 你不可能随缘的 他说这个事 我问你们两位 在美国这个生活 你觉得最初的时候 这个最受伤的事你记得吗 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 讲几个创伤 因为我创伤太多了 讲一个还是讲两个 还是讲三个 丁春秋 要不是春秋吗 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 就在皮士堡大学上课 上那个基础课 就是我们读布斯学位的基础课 我们班上 大概有三人来个学生 外国学生大概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是三个亚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拿的是皮士堡大学 大学校长的讲学线 全大学最高的讲学线 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 一个问题不敢提 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 两个星期下来 班上两个白人同学 难得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出最高的奖金去 他们自己是要付修费的 那个眼神 虽然我不懂英文 当然我能多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 那意思就是说 像你这种白痴也真的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 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 他直接讲 不 我就要多懂他的眼神 你觉得他心里这样的 是翻译出来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点都没有误多疼他们的眼神 眼神是有缘的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以证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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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方向 这是第一个受迫害方向 你要问我多得很啊 加一辉来一个 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 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 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 对 对 我还不是人家的钱啊 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帮嘛 蛮有趣的 我那个脸皮比较厚 我随着都没有觉得受伤害 我的 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 我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人家这样看 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 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 是什么 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 一起读博士班的 有一次不晓得一些 小矛盾 小冲突 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 你看你家会 整天对于我们香港自己 中国来的学生就臭的脸 黑格上里就说我黑口黑脸 她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 我说有吗 她说是啊 你看那洋人就笑口咪咪 就说我 闯娘妹外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很受伤害了 为什么呢 我不觉得即使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 可能会笑容比较多 为什么 广东话说 宜兽皆仇 英语不好 有时候别人讲 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 我就只好笑了 特别的友善 特别 对 当然 其实我根本听个屁 根本不懂他讲话 那别人看起来就是说 你对洋人从洋媚外 对于我们自己人 黑口黑脸 黑口黑脸 我觉得我蛮伤害的 我本身是在那里的 我本身是在那里的 我本身是在那里的